同時也下令了戰鬥部隊士兵取消休假 但是這麼一來也影響到電子交通導航 包含了塞車還有計程車外送等等都受累 以及暫時關閉了28個駐外使館 至於美國的部分 CNN報導美國準備應對 伊朗可能在下週對以色列或美方 在中東資產發動的重大襲擊 而佩洛西等民主黨的議員連數 要求拜登不要再給以色列武器了 其實這個現在兩邊來講 真的是一觸即發 我特別講為什麼伊朗要清空空中的民用飛機 你知道當年的時候 以色列為了轟炸伊拉克的核反應爐 他用了一招叫做巴比倫行動 他把所有的F-16戰機併在一起飛 就飛得很近 在雷達上面看起來 以為它是一架大型的民航機 就是它飛機進到這種程度 然後到了伊拉克上空以後 立刻將伊拉克本身具備的核反應堆 給它摧毀給它炸掉 所以這是很有名的一次軍事行動 伊朗現在來講的話也會考慮到以色列會不會用這種動作來對它 所以它清空了空中的民用機 這是伊朗目前所做的動作 那我這邊還要再講美國現在做了什麼動作 美國來講它公佈了一張照片 是伊朗所有的導彈洞窟門口的照片 他給它公佈了 那公佈代表什麼呢 就是說你不要輕舉妄動 你這個位置我都知道 如果說你敢在這邊跟以色列動手來講的話 我隨時可以攻擊你的幾個目標 你自己看看你這個陣地在這個地方 你導彈在什麼位置 美國現在公佈了這些照片 那以色列來講的話 除了說是關閉28個駐外使節館 那你剛剛講它自己關閉了自己的GPS系統之外 它還動員了7700個預備役的人員 它人數都已經公佈了 那之所以這次的大使館是不是以色列炸的 那伊朗已經講 就是說你用的飛機叫做F-35I 總共用了6顆飛彈 而且是在我這些人員 剛好去這個領事館辦事的時候 其中兩個是他們聖城組織的高階將領 那時間抓這麼準 如果不是美國提供你情報 就是你自己以色列的摩薩德的情報組織在這邊 之後這兩個人剛好 那另外那幾個13個是陪葬 他主要目標就是針對這兩個聖城戰 組織的這種高階領袖人物 來做攻擊來做這種斬首動作 那我再相信說這次來講的話 伊朗跟以色列來講 這是非常的這種 他目的就是亮哥講 他每說就是要把你美國拉下來 如果政主黨對他發動攻擊來講的話 伊朗如果說用他的小弟 政主黨或胡塞組織 或者是說約旦河西岸的這些哈馬斯 那對以色列攻擊來講的話 美國勢必要出面來幫忙 在這種狀況就把美國拖進到中東地區 那就保住誰 保住納坦雅胡 所以我覺得這是納坦雅胡 最深的一個陰謀在這個地方 那現在來講 美國當然也會擔心說 伊朗真的是說動手 大家不要忘了 有兩樣東西很可怕 第一個是伊朗它有核子武器 第二個伊朗有沒有 我們以色列確定是有了 伊朗有沒有不敢講 但是以色列現在他的濃縮 又提煉到什麼程度 是不是可以足夠他製造這種核子武器 我們不敢講 美國也不敢預料 到底有還是沒有 那萬一真的打起來的話 那以他們那種穆斯林的性格來講的話 那可以說是不惜後果代價 那現在來講美國來講 就求一個人來幫忙出面 就是習近平 大概這時候可能習近平 還有機會拉住伊朗說 你不可以把這事段擴大 擴大來講 對全世界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很可能引發第三次的一個世界發展 那後續到底怎麼樣 我覺得值得大家去關注 後續的發展到底怎麼樣 會不會伊朗就像亮哥所講的 就是說我打兩顆導彈到你那邊 來做一個報復行動 對我民眾有個交代 那讓事情慢慢就降溫下來 還是說繼續持續不斷地繼續加溫 那美國再加進去來講的話 那就亂了 那真的是大亂 是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伊朗部分表示 不會沒有回應 那麼也揚言要報復 並且還要求以色列支持者 美國要來負責 的確就是納坦雅胡 擺明就是一個滿手血腥的屠夫 那是誰縱容納坦雅胡 去屠殺這個巴勒斯坦的人民的 美國要負起很大的責任 美國現在要去扮演善人的角色 要去提供所有的人道救助 可是美國必須要向全世界清楚地交代 炸死加薩走廊的這些巴勒斯坦 無辜人民的炸彈 包含這些軍事裝備都是來自於美國 跟美國援助的經費 就美國一手去當這個幫兇 另外一手要去當善人 美國這樣演也未免也演太大了一些吧 那對納坦雅胡來講 他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要保住他的位置 他眼看著美國的政治人物 受到來自於國內的壓力 哪怕美國長期以來是被猶太人把持著 美國幾乎就是以色列的傀儡了 但是畢竟人還是有良心的 人還是有人性的 就是你今天看到以色列 這樣去屠殺巴勒斯坦的民眾 任何一個美國民眾 就算不管你跟這個猶太人 有什麼樣的關係 哪怕是猶太人自己 恐怕都不見得看得下去 所以美國的政治人物 從原本堅定不移的支持以色列 到現在開始縮手 開始不斷地強調說希望停戰 希望支持兩國方案 我相信納坦雅胡自己冷暖自知 他知道如果一旦停戰之後 他的下場是什麼 他也知道他如果不停戰 他再持續地這樣殺下去 他一定會被美國處理的 因為他再不處理 再不處理納坦雅胡 美國就被拖進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了 那對納坦雅胡來說 他現在只有一個出路啊 就是把中東這團水給他攪混 把他弄得更亂 怎麼把他弄得更亂 就拖伊朗下水啊 伊朗是長期以來 美國在中東地區塑造的邪惡的 這個帝國的代表耶 所以美國就是不斷地去渲染伊朗威脅論 所以才會在中東地區下的這些阿拉國家 每一個都要找美國老大哥當作這個 這個保護保護者 然後保護他們的安全 所以當伊朗一旦拖進了這個局 整個中東局是一旦大亂之後 美國就根本不可能袖手旁觀了 那你更不要提到說 伊朗在報復的過程當中 你要完全切割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資產 所謂的資產不就是他的軍事基地嘛 跟相關的軍事設施 你要完全的切割 說不波及 這也不是已經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只要一旦波及了 美國到底介不介入呢 美國要介入了 那就是另外一場大戰了 哇 那不得了啦 那納坦雅胡就拿了一塊免死金牌了 因為那又是進入了另外一個戰爭的格局了 所以現在納坦雅胡就是一個自私自利 應該下地獄的傢伙 就是你兩手已經沾了幾萬人的血 然後你現在還為了要保住你自己的位置 想辦法要把這個戰爭擴大 要讓更多的人的人命填在這場無謂的戰爭裡頭 那你現在要考驗的是什麼 考驗就是伊朗 考驗是美國 我覺得伊朗不是看不清楚 他就是因為看清楚了 所以他才先跟美國打招呼 否則伊朗沒有必要跟美國打招呼 但是伊朗跟美國打招呼之後 那現在就要看 美國跟伊朗之間私下有沒有任何的對話 有沒有任何的默契 那麼如果真的不信 彼此之間還是互不信任 這個互相懷疑 最後擦槍走火 那當然整個中東地區會變成一個天下大亂的局面了 我們同時也可以看到在伊朗的部分 現在大家也關注了接下來這個美國的態度會是如何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張若瑜 你知道肌膚年齡可以自己決定嗎 25歲之後 膠原蛋白流失速度將大於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臉 吃的保養最重要 皮膚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麗來自於內在 實際眼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原料進口成分天然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2000瓦爾頓 小分子好吸收 重金屬 西藥檢驗 SGS檢測全過關 品質安全有保障 一天一包Varisol女神專用膠原蛋白 無論你是想維持肌膚Q彈 甚至產後補充都十分推薦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劃 擁有彈性美肌 超級Easy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賞有更多的額外優惠折扣囉 超級Easy 超級Easy